頭大紅布條寫著開幕期間 乒乓八支只要一百塊 民眾搶便宜 一早開店 人潮排到門口 還有人拿大的保麗龍箱來裝 箱子來裝 請問我要買三十支啊 是什麼口味啊 我每個口味都要 每種口味都想嘗鮮 台電乒乓高雄鳳山的門市開幕 寄出優惠價 算下來平均一支只要十二點五塊 天氣實在太熱 南部民眾很捧場 業者不過不到來不及 小朋友現買現吃 便吃便滴 好吃嗎 對啊 那裡面就要來買 有一個買沒有 怎麼說 時間比較晚 這種的便宜 那東西也滿不錯吃的 加上高雄人機器也是滿熱的 所以大家也滿喜歡的 小鼠聖品還有這個 一下一下慢慢壓 挑戰極限 一不小心就會溢出來 像這樣 溢出來... 小心 好... 怎麼知道要先蓋蓋子再裝 小時候的回憶 應該大家都知道 因為中間有那個車都滿 那我們就滿還 就以前就有 一直現在都在持續 裝兵有技巧 杯蓋先蓋上才能裝好裝滿 今年夏天 四樂賓重霸回歸 超商裡幾乎人手一杯 喝的不是冰 是青春回憶 四樂賓開賣 有許多人想來 嘗嘗這杯小時候的回憶 不過高雄目前 只有四個地區開賣 因此也奏傳了部分排隊亂象 你說昨天人很多 對 從這裡開始排盤回後面去 繞一圈又一圈 對啊 有夠熱曬到人都快化了 太平洋高壓勢力增強 各縣市高溫 均可達到36度以上 台北市以及花蓮縣 甚至有機會出現局部 38度的極端高溫 專家表示 這幾天體感溫度 有可能達到40度 因此建議盡量避開 上午10點到下午2點的時段外出 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曬 隨時補充水分 避免中暑 TVBS新聞李邦寧嘉義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